太太她下禮拜要開刀 心臟手術 所以我們想來祈福 女兒大甲正常公司 我們兩個算是定情之功吧 藝人又甚為了幫老婆祈福 徒步跟著大甲媽繞境 也不時在自己的頻道當中 大方放閃 騰喜老婆的愛家好男人形象 沒想到一夕之間 人設翻船 邊跟對方在說 就是會講電話 然後就走到我的身後 就突然地從我身後 反倒著在我的胸上 A小姐曾經是佑盛公司的 員工之一 在工作時 曾經被佑盛突然環抱兩次 當下嚇到不知道如何反應 還透露同個辦公室里 四名同事就有三人受害 甚至佑盛還會藉由上廁所 到女同事家裡 對她上下起手 另外還有同事在臉書上指控 曾經趁她開車時 對她性騷擾 這個行為是嚇到我了 然後她就告訴我說 她盡量不會再犯 佑盛和A小姐的對話曝光 當中佑盛直言 這個環抱她很需要 只說盡量不會再犯 事後佑盛也緊急在臉書上道歉 表示對曾經犯下的過錯 感到抱歉 不會逃避 真的真的很對不起 並傳私訊給A小姐 上頭寫著 其實我自己也被性侵過 我能懂那種世界空調 竟然讓你要經歷 這樣的事情 真的很對不起 談不談 曾經在2017年公開放話 因為私人恩怨拒絕 和右勝同台的黃子嬌 聽聞這回性騷風波閉口不談 讓你知道 你就是躲這輩子 最重要最愛最愛的 性騷事件連環抱 昔日的夫妻恩愛畫面 如今看來格外諷刺 對啊 她是說過來的 三立訓用黃雲帆 王家宇台北採訪報導